就在欧美经济陷入衰退疑云的同时 亚洲经济撑起大半边天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 去年全球有三分之二的经济成长 都是亚洲地区贡献 尽管香港交易所主席 对今年亚洲经济感到乐观 但几个火车头其实都面对不小的困境 在日本 货币可能会崩溃 但价格和弱货币都在领导 Yen 今年年年代的最弱货币 是最弱货币的最弱货币 然后在中国 最大的市场 在中国大陆受到房产冲击 经济开始下滑的实际点上 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 则知城市崛起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测 这两个地区将是今年经济表现 最好的区域 但亚洲今年也进入选举年 不只是台湾 包括印度 印尼 还有南韩等多个国家 都要在今年展开大选 政治的转换可能连带 影响经济的变化 但对亚洲地区来说 新兴市场仍然还有以往 沉重的包袱需要解决 债务问题未解 还有通膨阴霾挥之不去 未来投资倡议协会调查23个国家 发现高达65%的民众担心通膨 比前一年增加三成 不只是外在压力 亚洲许多国家面临高龄化社会 将近4成的民众 对孤独的状况感到忧心 东北亚地区 包括日本 南韩等等 都因为高龄化 以及少子化出现缺功 还有孤独死等问题 但专家更担心 泰国 还有菲律宾也快速步入高龄化社会 担心这些国家经济还没起飞 可能就因为人口结构的变化 受到拖累 TVS新闻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